早安啦 今天我們這一集是一個小小的介紹合集 總共有四款遊戲 第一款是完完全全免費的 我剛試玩過的超級有毒 它的模式就跟我們前一天玩的那一款自走騎士一樣的 有蠻多相似的地方 那要有不同的地方 但這款遊戲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而且還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真的超級不低好玩 然後後面有幾款 有一款是續張免費玩的 然後模擬類型遊戲 還有一款是我撕心夾帶的小私貨 它其實要錢 但是它非常的棒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知道為什麼會想要推薦它 然後有一款 是一個上述風格的點擊類遊戲 它現在有出正式版了 你要說很推嗎 其實沒有很推 但是它的音樂跟美術蠻有趣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在我們今天這一集裡面 因為我覺得光是第一個 這一款 就非常值得這一集整集的價值了 超級棒 那後期款當然也是有不錯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是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的喔 好來 那我們來開始啦 那開始前如果喜歡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個讚喔 來 嗯 禁忌 然後其他的組合包 似乎是需要 要花費嘛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光是烏龜組合包 其實就有很多東西可以玩了 來 然後模式就是 一開始有五個角色可以上場 然後每回合都會有10塊錢 一樣我們可以放一個 東西 就是我們角色在上面 再來是 它一樣可以升級 這個升級也是我那時候沒有搞懂的 然後豬仔是賣出可以獲得 加一金幣 我們先把豬仔放上來 然後這些是可以升級的道具 可以隨時丟上去 但是要花錢 然後紙骰的話就是可以 就重植拿出新的 喔 我們可以先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 結束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命名隊伍的名字 我要可以叫一個 正方形的 海狸 剛好我們 這一場海踏 來了然後競駕戰鬥 它就是一個自走旗類型 非常的有趣喔 然後我之前其實 沒有特別注意到這款遊戲啊 這款遊戲是觀眾推薦了之後我才 喔 平手 推薦了我才玩的 然後 它的模式 還蠻容易理解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不需要特別的去 就是 講解這款遊戲了吧 我們就一起玩去體驗一下 然後它有四塊錢 這個昏倒的時候就是它掛掉好像可以再召喚一隻蜜蜂出來 然後 我們這邊可以 我看一下 賣出時賦予商店寵物加一生命 它效果都寫在上面我覺得還蠻簡單直接易懂的 我們加一個 蜂蜜在 它身上好了 OK 然後錢沒花完下回合都不會 多加喔 都每回合固定10點 所以錢要花完我覺得應該蠻重要的 來 戰鬥 好像 又一隻平手 那比剛剛好 我剛剛試玩的時候 千兩局我都輸啊 然後你每到達 負數 單數回合 它就會解鎖新的 生物的樣子 升級賦予兩名 隊友加一攻擊跟加一生命 這應該是永久增加的 前方的隊伍攻擊 隊友攻擊 它會獲得加一攻擊力跟加一生命 好 所以我們 先把袋鼠放上來 然後你放上來 OK 喔這個水它是購買的時候加一生命 購買才有就是了 來 骰一下 螞蟻是它昏倒的時候可以給隊友加一生命 豬仔我們裝上去 還有3塊錢我們可以加個蘋果 給你吧 來 我看它的玩法 因為我們碰到敵人都是隨機 就是好像是其他玩家留下來的記錄檔 有些組合是真的蠻強的呀 然後有沒有看到左下角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還是訪客 就是 它需要登錄 啊輸了 它需要登錄才可以有累積紀錄的樣子 然後我是直接用訪客來玩的 昏倒會召喚一個骯髒老鼠一之一 賣出會有一個免費麵包穴 加一下 吃個曬 喔 可以 升級袋鼠 滅羊 它昏倒會召喚兩隻公羊 隊友召喚 獲得加2攻擊力和加1生命值 持續到下一回合 喔 好像蠻強的 好啦 先這樣 雖然你可以直接 下載這遊戲然後再登進來玩 不需要額外登錄 但有登錄會有累積啦 應該還是有差 只是因為我剛剛試完就直接來拍了 哇 哇 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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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還行 等一下我應該就要去辦賬號了 我等一下就要去辦賬號了 這遊戲超級無敵好玩耶 看一下隨機 再加生命攻擊好了 因為它的話 它火越久 它的攻擊力跟血量加越多 好 值個閃 升級是給隊友 昏倒是隨機給一個 有方吃東西會加血量 戰鬥開始對生命傷害最低的的人 佔4點傷害 生命值最低的的人 所以我有可能直接秒掉對方一個人 對不對 有可能對不對 隨機加1 沙拉拉一下 然後海豚我們拉一下 你好可愛 OK 這款遊戲跟我們上次那款真的是 都很好玩 這款我覺得遊戲心也超級無敵棒 雖然說沒有那款那麼可愛但是 也是非常有趣非常棒 而且它 也是很多東西可以玩 只有一個免費遊戲來說 喔它加滿耶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齁齁齁齁齁齁 做一個免費遊戲來說 它完全超乎我的期待 超級無敵棒 超級超級無敵棒 持續到下一回合而已 還好 我們把袋鼠再 看可不可以升上去 OK 再指一下 昏倒後會距離 最近的敵人增加 對隊友增加 他 賦予後方 最近距離的兩名隊友 所以給他的話 剛好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豬仔賣掉 豬仔賣掉好了 先先放上來 豬仔放到後面去 OK 這樣子 然後還有3塊錢 隨機加1 隨機加1 OK 來 他的模式 還蠻簡單易懂 然後 數值給 那 疊加 我剛 剛才那個 摳吃不清了 對 數值的疊加上面 我覺得做得很棒 喔 可以 嘿嘿 哈 哇 比我剛才玩那一局 只是了解 強不少 賦予一個加2加2 袋鼠的時候原本就一直加 所以給水塌 他活越久 袋鼠就加越多 來 然後他是倒了之後後面就會有效 才會有效 豬仔 OK 火雞 隊友召喚的時候 他就會加3加2 所以如果水塌一直暈 他就會有效 還有幾個我覺得蠻有趣的組合 可以玩 哇蠻有趣的 袋鼠再加 1塊錢好像沒辦法了 來 GOGO 我覺得這一輪我非常有信心喔 龍之種子 這名字怎麼那麼帥 這隻好強喔 喔 他好強喔 可以 可以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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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袋鼠 我的袋鼠無敵喔 然後角色最高好像是3等 OK 召喚狗兒 這個路暈倒會 召喚一台附加辣椒效果的公車 超強 對 超強 我覺得我們可以買一下他 來 來 把他丟上去 等下你們看就知道了 超強 欸我的錢 因為我剛好賣東西 隨機增加 OK 然後 值個骰 7塊 喔升級有加 可以 這個 好現在剩1塊了 來 等一下看一下那公車 我剛試完的時候被公車撞倒過 超兇 欸 這隻 辣椒公車 平手 這遊戲 很好玩喔 這遊戲好好玩喔 他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好玩 非常非常的棒 隨機呀 來拉一下 隨機拉一下 可以可以這樣還行 然後我們 取個骰 目前都沒有我要的 加2加2再給他 可以 GO 來 來 隱晦的公牛 喔喔喔喔喔 我的公車被擺個鹵爆 行行行 行 可以 嘿嘿 我這一套 就是靠袋鼠來獲勝了 可以 紅鶴是什麼 紅鶴應該也可以再升級 好加2加2繼續給他 好隨機賦予三隻 加1加1耶 好行 來 GOGO 鬆散的觸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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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點下去 好強好強 欸等一下 有點危險 但他血量比較少 吼吼吼吼吼 啊剛才忘記講了 一邊是血量一邊是攻擊力 但我想大家的物性都很好 應該都比我好很多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 好 減少2傷害應該要給水塔對不對 但給他好了 因為他是我們的主力嘛對不對 袋鼠三級 可以達到最高級了 超強袋鼠 來 下一局 我覺得我們這趟有機會喔 媽 哇哇哇 我剛講有機會我就輸了 吼 好扯喔 哼哼 好扯喔 剛才那個太扯了吧 攻擊力附加20傷害 只限一次 然後後面的角色應該會越來越強 所以 戰鬥開始時對隨機的敵方寵物造成自身50%攻擊力的傷害 就是5滴對不對 這個是戰鬥開始8點傷害 4點 所以我們 好 我們指個骰看看 蝸牛 吞下前方最近的敵人 隊友 然後昏倒之後再把他叫出來 這應該有什麼特別的玩法 對應該有一些特別的玩法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趟 剛剛那個好兇喔 攻擊第二個敵方寵物造成5傷害 好 那就給你吧 要錢不夠了可惜了 來 啊我海豚剛剛是不是可以把他伸上去啊 喔這個50 hello 種綠洲氣od 它的カル 感覺差好 可以有機會砸 還有很多 也有很多 還有把他移動就是 這個 購買的 那水塔我其實不需要升到這麼多對不對 對耶 完全不需要耶 對 完全不需要升到這麼多 後面有很多更長的角色 然後我們都沒有用到 是稍險比較可惜的齁 對啊 比較可惜 讓一隻寵物昏倒全年特價 然後找一塊 昏倒是他直接就沒有了是不是 這個是給後面的才會加的 出來的才會額外加的 但我們這輪沒有幫助 然後我覺得我們可能要連輸了 後面碰到應該都比較強 欸 欸 欸 喔喔 喔喔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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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張嘴 我剛講完我就贏了 呵呵呵 剛掌完就贏了 賦予一個指定的寵物 蘑菇被動技能 以1之1的狀態重回場上 但是這個只能替換蜜蜂 只能換一個對不對 這個吧 它可以重複的讓我們再加血量 對 稍稍的 欸 等一下 剛剛有隻龍欸 龍是不是很強啊 然後這2等會加血 那我不要太吞了 換個氣喔 他可以幫他加血量 應該會不錯 好 隨機加 可以 喔 還行還行 來 老鼠 我一次打掉2個欸 還行還行 還行還行 齁齁齁 喔 哇 它裡面各種偷後排 然後打到別的 加1加1給你 繼續再給你 龍是購買階層1的隊友 它就可以給所有隊友加1加1欸 好像還不錯 那我們指一下 這邊沒有我要的 加2加2 隨機兩隻好了 啊 加前面沒有用 可惜了 來 有沒有機會 木中無人的外星人 他頭上還有帶 欸欸欸欸欸欸 頭上有帶孟子好像特別強 好扯喔 好扯喔 哇 哇 我覺得我要輸了 對 我覺得我要輸了 加2加2 OK 呃 這邊沒有我要的 再加2加2 3塊錢 沒有了 好浪費喔 再值都是要3塊的 我也買不起了 可以 再讓我贏個一局吧 哇 公車隊 等一下 對方的公車怎麼那麼強 喔 對方好多公車喔 哇 喔 好多小雞 哇 可惡 可惡 哇 好可惜喔 然後你用訪客的那個 好像 你不要登出 他都還會累積著欸 他會有解鎖新的東西 所以我等一下要去辦賬號了 對 等我等一下辦一下賬號 這遊戲好好玩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好玩 所以你們看了 是不是馬上去下載啦 但我們還有3款遊戲 後面那幾款 可能就沒有這款 那麼的經驗 但是 我覺得你們這一集 有看到這 這款遊戲應該 超級值得了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那再陪我看看 另外3款遊戲囉 這一款靈魂城市呢 算是一個我夾帶的手絲貨 因為他是要錢的 現在特價好像100多 原價其實也就200出而已 為什麼會來介紹這款遊戲呢 因為這款遊戲真的很棒 他其實不能算是一個遊戲 他算是一個 專注力幫助的程式 他在這個地方 可以選擇你有一些行程啊 代辦事項啊 然後他就會幫你做個計時 然後時間到了他就會提醒你 在這邊都可以直接 選擇加時間之後 然後讓他倒數 這個非常的棒 然後在這裡可以有 各種的清單之類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他其實不太吃電腦的資源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輔助你去做事情的 像是我 以前在做Soho啊 現在在做YouTuber啊 然後或是要其他辦 很多東西在他電腦前面的嘛 你如果單純要靠一個 可能很無聊的 Google的記事本 會蠻無趣的 而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輔助工具 然後你耳機戴起來 你們現在有聽到他這個聲音吧 這些聲音啊 都是可以在這邊設定的 你每天都可以照著你的 其實當天的心情 去決定你要聽什麼樣的背景聲 然後這個背景聲 其實很容易就讓你 代入你想要做 不管是念書或是工作 都是可以很好帶進那個情境當中 當然除非你是想要聽BBQ的聲音啊 這可能會想要肚子餓 但是像鍵盤聲啊 然後一直有聽的鳥鳴聲啊 白噪音也不錯 這個 粉噪音 還有褐色 褐色這個也不錯 我覺得 我在看書的時候會開這個 然後蠻容易可以專注的 再還有這個 強烈的擊退 認真聽囉 是不是感覺到療癒了 對吧 然後這邊是河流 然後還有城市的聲音 還不錯齁 這樣目前感覺起來 但它不僅僅是這樣子喔 它也可以放歌 它裡面內建的蠻多首歌的 就是 而且都是那種 比較 不會 不會太過搶走你的注意力的部分 哇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推薦 但 還不只是這樣子喔 有沒有看到左上角一個等級 等級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它可以讓你有很多的小寵物 你來想說奇怪了 寵物在哪裡 寵物每個都很可愛對不對 寵物要等你 找到一個位子 然後坐上去 這是我 自己設定的人物造型 然後你看 精靈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裡有衣櫃 你可以選擇 換各種各樣的東西 然後它不只會有改版 就會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用 像這次多了一套的是 好像不只一套 這次多了那個女巫造型 多了女巫造型 所以你就可以 挑上你喜歡的衣服 然後 就是 弄成你喜歡的造型 這樣子 OK 然後再加上 我們剛剛的幻靈夥伴 換個 這隻 然後每個都還有不同的顏色可以挑 就 我覺得是還蠻百搭的 就是要 不是百搭 就是很多選擇 然後這是我新解鎖的 好可愛 這個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 應該是這隻吧 你看它的表情 然後這隻也很棒 黑貓 然後再配上我們剛剛這個 然後等級就可以讓你去解鎖那些衣服 然後你在這邊還有不同的擺放的動作可以選 挑你一個你喜歡的 你每天都可以選擇不同的 事情 或者是你想休息 你沒有辦法休息 你必須要念書 要工作 沒關係 他來幫你休息 他休息你工作 或者是 這樣子 你想要找人陪你一起讀書 一起工作 一起玩遊戲 一起玩遊戲 可能沒有辦法啦 因為玩遊戲 畢竟還是比較吃支援的 像畫畫也是 你看 這樣 然後這個畫面 然後放著音樂 或者放我們電台也不錯 嗯 稍微的工商一下 OK 我覺得這個 這個程式是一個非常好可以幫助你 專注做某些事情的 像我除了開電台 會開這個之外 我平常在看書 尤其是看書 或是聽有聲書 我都會放著 然後喇叭 加個 喇叭放出來 或是直接耳機聽著 然後再開網頁 聽有聲書也是不錯 然後配個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白噪音 一點點啊 這聲音要自己去調整 因為不會影響到講話的聲音嘛 我覺得是非常好專注的 所以算是一個實心夾帶的小遊戲 因為它不是免費的 但是它真的非常值得買 而且很便宜 可以再去做設計的 所以你不只是把它掛著 還有一些小小的累積升級 就感覺好像你除了做這些事情 還有額外一點小收穫的感覺 它算是另外一種另類的放置遊戲吧 所以有興趣的話 就先特價把它買下來囉 好 你是穿越者吧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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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 可求世界之王的王冠 來到這個地方 你看很幸運 任何勤奮的人 都會在這個世界實現它的願望 好 所以我們就要一直挖它就對了 來 敲 敲 敲 前面 前面還是一樣 唉唷 蜘蛛 前面都要手動 這種類型 前面都要自己手動 生命全員 它的那個音效有點略略的大 我再稍微把它調小聲一點點 連點好了 OK 我們要敲到40個 我看到後面之後 可以有各種夥伴來幫我們敲 前面我們就等到自己來 按Tab可以看自己的收穫 好 等一下 一開始就拿到一些東西其實 未知寶物 然後 我們先往前 先往前敲敲40個 再看看它有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像素風 感覺在那裡有點小小的 看起來會蠻好玩的樣子 但實際如何 我們還是要玩過才知道 收集了 召喚出草原之神 好 這裡 草原之神 我現在要問號 合成 礦石不足 我還差兩個啦 87喔 欸可是我解鎖礦產也要40 好了 它叫我可能要先合成這個東西 草原救主 OK 我們現在多了一隻大青蛙 它是會幫我挖是不是 看一下 對 它會幫我挖 好 那看一下喔 我們這個東西可以幹嘛 我們拿到這些 物品 在這裡 賣出 喔 這可以直接換成礦 它可能有別的用途 但目前就是拿來賣好了 掉落率5% 所以就是挖到可以額外賺錢 我們現在有40個 我可以看一下 我們青蛙這裡也可以升級 需要收集 喔 我們剛剛那個東西全部都要各收幾個 我才可以升級它 那我來看一下新的礦場有什麼 來到沙漠王國 你可以隨便挖掘 但請尊重我們萬能的太陽之神 一旦獲得了太陽之神的認可 你可以加冥為我們的沙漠之王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叫出來 有有有有有 然後 這邊也可以拿到很多材料 然後這裡要升的話要250個礦 而且礦是不一樣的礦 它掉落率更低了 喔 這掉落率更低了 然後我們要250個才可以解鎖到下一個 那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講 多餘的徽章考慮賣出也可以保留升級 好 我們先回到這裡來 先把它叫出來 對我們來看一下升級的話 會有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先把這套弄起 因為掉落率 2點多趴應該是還好 有了我們好像有全套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升級 現在等級2然後咧 繼續升也是一樣更多的材料就好了 下一集採礦間隔減少 看一下喔 它這樣變幾秒 喔 所以它就是一樣 它只是速度變比較快 對 這只是要變快一點 那我們來挖這個 我這樣默默的挖大概要250個了 我的天 可是它有些東西可以賣啦 賣掉的話其實是可以比較快 哇 這遊戲真的很適合你想要換滑鼠的玩家 哈哈 如果有觀眾商量換滑鼠的話 這款真的可以試玩一下 因為它的美術跟音樂我覺得很棒 但它真的蠻累的 對 它要一直點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神之凝視 需要收集 喔這個要整套 要插一個這個 2趴的 好 那那那我來 我們試著挖一下 對 看看會不會把它給挖出來 有了沙漠之神的徽章 來 我們來 召喚 神之凝視 它會吃我們礦 一樣也是幫忙挖的吧 看一下 Q 哈哈 就這樣 然後我如果拿到的話也可以再生 然後這些我們可以把它賣掉 留一點點 我們開下一個看看 好 OK 這樣夠了 解鎖 這裡是海盜王的領地 來尋找 海盜王的寶藏 海盜王城 500可以雇用他們兩個 它就是 每到一個新地點 就有新東西可以挖 哈哈 我來看一下我們把海盜王城 雇用出來會如何 它可以雇一個沙漠之城 顧看看 喔 它就 它就開走了 該不會 喔 喔 蛤 它就這樣 我看一下 我 我顧它 我顧它要250 然後它給我們的礦材不到100 這感覺 這感覺在坑人 在坑人 然後這個要收集取一全之後才可以 解這個 巨砲片來開框 好啦我覺得這款遊戲 我們稍微就介紹到這邊 哇 你們有興趣的話 因為它現在還在免費demo 其實一切都很陽春 非常的陽春 只是因為 這是它的風格 它的美術風格跟它的音樂 然後又是這樣放置型的 所以我們就拍給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畢竟它還是免費可以玩嘛 只是真的很陽春喔 它的那個畫面 甚至還不能全螢幕 是視創的在玩 而且 你 不能不管它 你要一直按著 你滑鼠 所以 真的是適合破壞滑鼠的玩家 就可以來玩一下 不然就在體驗它的美術風格 我覺得美術風格是真的還蠻棒的 這款遊戲呢 是我前一天跟阿神他們玩的時候發現的 這款遊戲好有趣喔 我一開始其實對它不抱期待 但是實際玩了之後 發現其實是挺好玩的喔 然後它是續張模式的 然後可以單人可以多人 我覺得單人玩或許 比較沒有那麼有趣味 因為它畢竟免費 我覺得跟朋友一起玩 挺棒 真的蠻有趣 然後它的玩法其實就是經營類型的 很簡單 然後這裡你可以開店 一開始它會有一些基本的教學啊 像是你可以在這邊買一點東西 買各種的食材之類的 在這邊 好 我覺得單人玩的話 它似乎因為這種類型 晶瑩類型 模擬類型 對它應該算是模擬類型的 應該是蠻多的了 所以 其實就是 你如果喜歡玩模擬類的話 可以玩一下 但如果你沒有那麼常玩模擬類的話 嗯 是有不少也是蠻棒的 模擬類遊戲可以玩 但因為這是比較新出的 而且不用錢啦 所以我真的蠻推薦大家可以 就可以買一下這款遊戲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等到貨車送過來 喔 你可以在那邊它不會撞到你 欸應該是它會撞到你 但它撞不死 OK 來 打開 然後把東西搬一搬 我強烈建議 這款遊戲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跟朋友一起玩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有趣 因為你一個人玩的話它作業感 略嫌重了一些 然後把東西放上去喔 略略啦 還好還可以接受 好我們先把東西放上來 然後將 呃 現在這邊是在教學 欸 等一下 我是不是白車 我買了兩盒的那個 呃 沒有沒有這邊有紙 太好了沒有問題 好 這樣 這些就是我們一開始做漢堡需要的東西 這遊戲它就是一個精靈然後 做漢堡 然後開店這樣 然後接下來這個車子啊 你們如果把它叫來了 要把它送走 關起來 它就會慢慢開走了 你如果沒有開走的話 你關電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讓你關 好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 先開箱 然後我們剛剛有拿到了 這個 可以先拿一個出來 然後 先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選擇 這個可以先拿起來 然後放到 記得你如果當天沒用完的話 把它放到冰箱裡面去冰 雖然說好像 有冰跟沒有冰 影響不大 對 影響不大 這個好像從這邊拿一個出來 好 把它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放一個拿來放肉的 烤肉也很簡單 就這樣 就會有 總共 看你要放幾個 我覺得一個兼台上面 可以放到超級多個都沒有關係 來 有沒有感覺到好像很熟練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嘿 玩了好幾天了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一邊 我就在一邊想說 我們時工事實在要拍一下 然後 介紹給大家 因為 真的一個人玩還好 你們目前這樣看還好 可是這四個人 最多四個人好像 玩起來的感覺就非常的棒喔 真的有大家一起合作 努力去 經營一個漢堡店的感覺 好 然後烤完差不多的就要把它翻面 OK 好 翻面 然後這時候我們還可以來背一下 我們的那個 漢堡紙 對 漢堡紙 然後一開始你可以做的事情並不多 後來會越來越多事情要做 你需要顧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多了 然後我覺得這款遊戲跟很多模擬類遊戲 很大的差別 是它 你看喔 現在早上9點 它不會動 它開店時間其實是沒有動的 哇 開店時間是沒有動的 然後其實你也可以直接拿那個托盤來裝就好 不需要用到這個鏟子 這點其實我覺得蠻棒的 哇 你就可以很悠哉的去玩 然後像現在這樣子啊 肉已經準備好了 你再去就可以開店 或者你先包起來再開店也都可以 然後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東西要注意喔 就是 包裝的這個漢堡啊 它有分底部跟上層 包括什麼 在這個世界的人們 他們特別注意 漢堡拿到的時候 上下不能放電到 但是 我上次看到一個影片 他說吃漢堡的時候 倒著吃 才不會醬料倒出來 你正的吃很容易會東傻西傻 然後倒著吃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啦 有人去測試過嗎 我是有看到的 然後 它這邊就可以把肉放上去 放上去 好 然後 放完之後啊 按1 它就會包裝 但是記得你包裝起來 它就不能拆掉了 對 你就不能拆了喔 所以 要記得不能裝錯東西 因為後面 一開始只有肉 後面還有生菜啊 各種的醬 OK 然後像這樣子 它要的就是 一片肉的漢堡 雖然它是顯示兩個 但它其實是叫 一片肉的漢堡 我們那時候在玩的時候 並不知道 然後 這個啊 你把東西 記得放到托盤上面 我覺得它前期的教學 欸 其實有教學 只是我們沒有 我們去跑一下教學好了 不小心去開店了 因為你玩習慣了嘛 放上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按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幫它按 就是取名字 你們看想取什麼名字都可以 然後差不多 一開始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較少 然後後來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只有稍微介紹一下 後來啊 還有 你看這邊看到你的訂單是什麼 後來有飲料 然後有 冰淇淋 後面好像還要炸薯條的樣子 只當我們那時候玩的時候 並沒有玩到炸薯條的部分 所以 後面你們就可以慢慢嘗試 然後我強烈建議這款遊戲 真的要多人一起玩 因為 經營類遊戲 其實我們也 玩了好幾款 有些是我沒有拍的 我自己其實是蠻喜歡經營類的 但是 就是 這款的話 真的非常適合多人一起玩 因為你單人玩的話 有經營超市啊 經營 旅館的啊 那些都是一些蠻經典的遊戲了 所以這個 你如果真要講一個人玩 他 會 我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作業感真的偏重 你看像現在那三個 幾乎都是做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但如果你找不同 好幾個朋友一起來 大家都不了解 該怎麼玩的狀況下 喔 一個手忙找亂 然後大家可以在 每天都換一個位子啊 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覺 我覺得是蠻棒的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邊囉 不知道大家對今天推薦四款遊戲 感覺如何呢 我覺得挖晃那一款 雖然說遊戲本身不有趣 但他的音樂跟美術是真的還挺棒的啦 然後 我那個死心夾帶的那款 是不是也挺優秀的 還有這一款真的非常推薦 一個人看 還好 一個人玩真的還好 但是跟朋友玩 極度推薦可以真的玩一下 因為畢竟他續張是不用錢的嘛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我們那第一款 第一款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已經下載了啦 所以如果喜歡這樣子 小小的合集的話 那歡迎留言跟我們說說呢 那之後就還有更有機會 拍出這樣子類型的影片啦 好 那今天自己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